被遗弃的小猴子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竟会遇到如此善良的男人 眼前的这个男人不仅带来了衣服给自己穿 甚至会亲手包蹄子喂给他 就在不久前 男人在野外遇到了一只落单的小猴子 看着小猴子可怜的样子 他二话没说就从家里带来了一袋子食物 为了避免自己带的水果小猴子不喜欢吃 他还特意地多带了几种水果 并且在小猴子的身下铺满了树叶 害怕小猴子着凉又给他带了一件自己家小猴子的衣服 不得不说这个男人是真的细节 最开始食小猴子并不知道男人包蹄子是给自己吃的 他坐在一旁一直用手小心翼翼地扒拉着男人 祈求着男人给自己一点食物 看得出来他快要饿坏了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眼前的这个男人竟然主动把包好的蹄子递给了自己 小猴子也许从未感受到过如此般的温暖 所以对于眼前陌生人的好意 显得格外的幸福和意外 也许也正是因为眼前男人的这个举动 让小猴子彻底地放下了对他的戒心 小猴子就这样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等待着男人一次次的投胃 不得不说男人是真的细心 每颗包好的蹄子 他都会用手一将它分成小半 然后递到小猴子的嘴边 也许是太久时间没吃过饱饭 小猴子一连吃了好几颗蹄子都没有吃饱 男人只好继续耐心地蹲在一旁继续地给他包着水果 小猴子则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待 善良的男人遇到乖巧又可爱的小猴子 这是多诺温馨的一个画面 虽然男人家里养一只小猴子都快要把自己折腾坏了 可他还是决定要把这只小猴子带走 给他一个真正的家 小猴子